1月25日,声音治愈类真人秀朋友请听好第二季迎来首播,除了何炯和谢纳回归外,本季还有两位全新成员,分别是景博然和董子健,在第一季中表现优秀,备受观众好评的易烊千玺,因为档期问题暂时缺席,不确定后续是否会以飞行嘉宾的身份回归。 易烊千玺作为TFBOYS成员之一,近年事业发展迅猛,音乐,舞蹈以及电影三面开花,尤其是在大荧幕上的表现碾压一众当红鲜肉。 一切解释了易烊千玺缺席的原因,还欢迎她回家看看,而在第一期正片中,节目组还专门安排了一个怀念环节,何炯和谢纳返回第一季的小屋,期间多次Kear了易烊千玺,可谓是给足了四次弟弟排面,纵观朋友二首期节目。 大致环节与第一季类似,没有特别大的改动,唯一能给观众带来新意的就是两位新成员了。 其中,一项自称是贵公子的景博然形象崩塌,一出场就遭遇了谢纳整骨,说绕口令环节一度情绪崩溃,整个人逗比的本质暴露无疑。 除此之外,在开美颜拍照环节,何炯、谢纳以及董子健同样是强行憋象,但至少还有形象,但看看景博然,憋出眼泪花就算了,整个鼻涕也跟着一起掉,画面简直不要太好笑。 相比较之下,董子健表现就比表内脸了,虽然也同样有梗,但比景博然要稳重很多,不出意外的话,景博然应该是搞笑担当了。 与谢纳你来我往不分上下,想必这档节目结束,姐弟两人应该会互相同化,大家可以后续期待一下。 令人意外的是,即便朋友请听好第二季内容精彩,但首播热度却很一般。 四位常驻嘉宾,更是仅有谢纳一人为节目开播预热,其余包括何炯在内的三位常驻都全无表示。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,谢纳因为节目登上热搜还遭到了群嘲,这个开头对于节目很不利。 通过观察可以发现,在朋友请听好第一期正片上线后,仅有谢纳一人登上了热搜,但话题页却大多是吐槽嫌弃谢纳的。 甚至有网友嘲讽谢纳买热搜,平心而论,就谢纳目前在国内的知名度,她真的没有买热搜的必要。 所以这次她登上热搜,最大可能是节目组的杰作。 毕竟何炯半退出社交平台,节目想要炒热度,找谢纳是最好的,所以给她买热搜也是情理之中。 但正如很多观众所说,如果你真的不喜欢谢纳,那可不必点进去,不喜欢还要点进去吐槽几句,真的非常无聊。 谢纳没有做错任何事,却被骂真的很无辜,你们对此怎么看?